黃大仙區星期三發生電纜故障 導致區內大停電超過2250戶中電客戶受到影響 事隔一日後 黃大仙有商場星期四已恢復供電 不過天氣這麼熱 酒樓的魚就捱不住 這一間位於現崇山的酒樓 十幾條貴價海魚及龍蝦因為大停電而死亡 酒樓晚市的生意做到一半就要停止 酒樓經理就透露有客人因為停電 不肯給存額費用 未吃完飯就離開了 初步估計損失大約2萬元